新竹市政府举行108年度第一学期校长就职典礼 这次共有五位续任校长以及四位的新任校长上任 新竹市教育处长黄景能指出 是否经过数次的临选委员会 希望选出最佳的校长来带领新竹市的学校 新进的包括连任的 都是经过我们评选委员会 好几次的评选 一个一个都是一时之选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新任和连任的校长 未来四年可以把学校自理的尽善尽美 把每一个学生都带上来 然后营造一个温馨和乐的一个校园 让学生都能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校长就定位之后 我们在颁发聘书之前 梁青山先生担任新竹市立成德高级中学校长 林茂存先生担任新竹市立光武国民中学校长 陈彦宇先生担任新竹市立南华国民中学校长 念出校长聘书上的字由这一刻开始 九位新序任校长正式走马上任 新竹市长林志坚把校长比喻成引路人 因为校长是一所学校的最大长官 学校如何发展如何引领学生前进 校长的责任关乎重大 每一位校长对于学校的付出关系着我们每一个孩子 他们的未来 所以校长的工作真的格外格外的重要 我常常和同人分享 校长其实是我们校务工作对协限的管理者 但是我们校长更是教育工作重要的长选者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孩子未来的引路人 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在孩子的这个部分 九位新序任校长为建功高中林国松校长 陈德高中杨青山校长 关东国校李锐刚校长 大庄国校徐雅慧校长 而序任校长为光武国中林茂存校长 南华国中陈彦宇校长 旧社国校庄杰志校长 大胡国小徐美玉校长 捷东国小谢家业校长 都是新竹市政府的一时之选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